今天是郑南榮殉道27周年 准总统蔡英文说 在就职总统之后 会将4月7号定完言论自由日 不过台北市长科文哲昨天说 言论自由不是天象掉下来的 对目前社会过度言论自由 出现了并发症 他觉得感慨 准总统蔡英文上午前往郑南榮 位于金山的墓园 参加郑南榮殉道27周年追思活动 郑南榮因为追求100%言论自由而殉道 蔡英文表示就职总统后 将会推动把4月7号定为言论自由日 言论自由日的订定 此正之后我会立刻交代相关的单位 来研理办理 所有的台湾人民都会记得这一天 不只是郑南榮殉道的日子 更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 也将4月7号定为言论自由日的 台北市政府市长科文哲 在6号参加郑南榮与言论自由研讨会时表示 言论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很多人牺牲奉献得来 国家都是这样 每次都每次都是 我讲过这个也是言论自由 我常常在传商 可是没法控制这个 这种言论自由的这种并发症 邑南榮强调过度的言论自由 会产生并发症 但会逐渐改变矫正 他也相信台湾社会会越来越好 记者综合报道 很多人都说达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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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